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嘉义县西口乡举办第一届西计划 从西而起创生实验行动 不仅策划在地市集 老街游行等活动 也让闲置27年的西口旧公所 成为展览田野调查与艺术共创成果的空间 我们透过一些故事的重新的呈现 这些地方传统的物件的重新在让它被看见 这个过程 事实上我觉得它会激起在地人很多的感动 它会发现原来好像我真的忽略了这样东西的价值 西口乡就称双西口 过去位于三叠西 华欣西的交汇处 或运流通便利 因此成为贸易集散地 我们这里有一个渡船口 以前船可以进来 船可以直接到西口这个地方 东西在这里交换以后 有的东西直接就放在船上 就运输出去了 经过多年地表的变化 华欣西逐渐消失 船只也不再回到西口 这里的发展便停滞不前 最主要就是没有公路跟铁路均口 所以人口外的太平均 这里纯粹只有农业 我们西口一家工厂的意义 西计划不仅为逐渐老化的农村聚落 带来新生机 也让西口居民重新发现自己的价值 增加对家乡的认同感 最大的改变就是人的交流变多了 然后大家的想法慢慢的一个一个就跑出来 在地的力量因为西计划而串联起来 也让西口的未来有了更多可能性 台湾铁路沿线有许多充满风情的车站 像是海线当中苗栗的新浦和大山车站 都是拥有百年历史的木造火车站 过去也和地方产业运输发展密切相关 充满特色故事 新浦这个地名在台湾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 浦指的是未开墾的翻地 新浦通常是指新开墾的平地 这是在苗栗县通宵镇的新浦 新浦站是西部干县离海最近的车站 木造站环自1922年开业使用至今 和大山站站环很像 差别在侧面的牛眼川 新浦站除了有木造车站可以参观 也有美丽的海景和怀旧的公园 大山火车站在108年3月23日遭车祸毁损 现在整修中 大山站是海线铁路创建的历史建筑 和洋风伴木构造四样的车站建筑 购票口前木栅栏为台湾仅存的历史建筑物 大山火车站曾经是海线货运大战 民国40年至50年是全盛期 一年载客量24万人 货运量也不少 厚容的西瓜、干薯、稻米从这里输出 大山地欢用的回料煤炭也从大山车站进出 啊 啊 啊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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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呀